歡迎收看JUXIE新推薦 我是主持人 Julia 吳卓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音樂 第一首我要推薦的歌呢 是Karina Passion的Slow Motion 這一首歌是我在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第一次聽到的 比較有R&B風格的一首歌 然後因為我一直以來是學古典音樂 所以當我聽到 哇還有旋律這麼好聽 和弦這麼不一樣的音樂風格的時候 我就馬上著迷了 第二首歌我要推薦的呢 是我覺得2017年對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 其實他整張專輯都超棒 是Daniel Caesar的專輯叫做 Freudian 然後其中有一首歌叫做 We Find Love 他把R&B帶到了另一個感覺 因為他其實有混合一些比較Gospel的風格 然後又有混合一些 有點抒情的情歌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又有主流 但是又有很特別的R&B風格 非常非常推薦這個專輯 然後我們下降 我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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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推薦的第三首歌 是我平常去KTV最常點的一首歌 叫做《失落沙洲》徐家瑩的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 這一首歌 我每一次去唱都會 就是失戀那種感覺 馬上回來 然後它的旋律寫得有點太美了 當每一次你去KTV的時候 那個回音 你知道reverb非常非常強 所以你自己唱的時候非常有感覺 所以這是我一定要大推薦的一首歌 因為我真的每一次去KTV 必須點它 只是當又把回憶放開 除了你之外 第四首我要推薦的歌呢 就是會讓我立刻回到初戀的感覺 這首歌就是 是Kiss by Sixpence None the Richer Kiss me under the bearded Barley I'll leave 不行啦 我現在是忘詞的狀態啦 I'll have the bearded Barley Nightly 這首歌 為什麼我選這首歌呢 簡單的一個小故事啦 就是那時候初戀嘛 還沒有親過任何男生 那這首歌一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就會想像自己的第一次接吻 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聽這首非常有聽 非常令人難忘 第五首要推薦的 就是我洗澡的時候 會常哼的一首歌 我會哼的歌就是 Drake的Hotline Blink 因為我真的超級愛Drake 然後他這首歌簡直是洗腦到爆 所以你不哼都不行 就是一進去就是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k I could only mean one thing 就是很ㄎㄧㄤ那種感覺 現在打開我的手機 來查我最後播放的一首歌 欸是我自己的歌 感覺有點不太要臉耶 我應該是剛剛在練歌 因為過兩天要表演這首歌 這一首叫做 你是不是有點動心 我現在YouTube上面 MV點擊率一百萬的一支MV 非常推薦這一首歌 如果你們還沒有去看的話 MV還是在澳洲拍的喔 然後這一首歌也是我的好朋友 紅龍寫的 很抒情很RNV一首歌 希望你們可以去聽囉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Joxy新推薦 那今天這次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 與你去看 G po稍微玟鼻子 i聲 我記得